刘仲敬胡襄人物点评 真正低势大夫瞿洪记1850年出生 1918年去世 胡襄常杀人 瞿洪记是最后一代败相的科举如臣 可以说声不逢时 他在庚子后入职军机 面临的任务等于是阶级自杀 废除科举 推行新政 办理历险 他和岑春轩结成联盟 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 从儒家的传统观念看 瞿洪记代表清流 袁世凯代表卓流 因为前者是汉林出身 真爱儒家价值观 后者不是两榜正途 喜欢以利路驱使豪杰 在反腐方面 瞿洪记比较积极 袁世凯则更重视实际办事能力 多多少少认为 消极的操守不是最重要的 但从改革的积极性和可行性方面考虑 袁世凯比他更有责任感 1906年的官制改革 使双方短兵相接 瞿洪记知道 旧制度已经不可能保全 但仍然希望在变法中 多少保留一些遗产 例如用经济特科取代科举 在保留军机处的基础上 推行责任内阁制 袁世凯的官制改革计划 比他彻底的多 准备干脆取消军机处和科举 拥戴庆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 实行彻底的内阁负责制 经施百官震动 对袁世凯群起而攻之 迫使他狼狈不堪地返回天津认所 军机处改组后 瞿洪记全清朝也 但好景不长 定位政朝1907年 迫使瞿洪记辞官还乡 永远退出了政坛 这次事件的真实原因 至今难以确定 慈禧太后提出的正式理由是 瞿洪记向《泰晤士报》泄露机密 企图利用国际舆议实现 驱逐庆亲王的目标 民间的谣言则认为 袁世凯派他的党羽 蔡乃皇伪造了瞿洪记 曾春轩司通康有为的材料 欺骗了太后 庆亲王 袁世凯集团暂时胜利 但慈禧太后一死 也被摄政王赶走 双方的改革方案同时落空 责任内阁在武昌起义后 才得以成立 那时已经为时太晚 瞿洪记隐居长沙 颇有事大夫的风骨 闭门坐师 修身养性 拒绝一切政治事务 跟袁世凯调翁延底小王侯的 所谓隐居形成鲜明对比 说明清流与着流的说法 并不是如生的自吹自擂 陷害革命后 他不识周立 流亡到守阳山上海租界 湖南军政府对他极为不满 借口愁想 夺走了他的积蓄 此事的不公正在于 他在晚清是比较清廉的人 反对民国完全处于忠臣 不是二主的个人操守 并不是反对共和主义理念 袁世凯集团大多不如他清廉 投靠民国完全是机会主义行径 根本不是热爱共和国的原则 民国当局收买机会主义者 惩罚清高之势 玷污了自己的原则 许多遗老反感民国 其实主要是反对机会主义 郑孝虚就说 共和国是美式 符合姚顺三代的宗旨 但大清的臣子 既然已经蒙恩实录 就不能对不起大清 真正低事大夫 永远不会忘记 他不是普通老百姓 要用更高的标准 要求自己 瞿红继就是这种真正低事大夫 袁世凯把他的隐居解释为 留念君主制 以为红线复辟就能让他满意 悲词厚礼请他出山 却遭到拒绝 因为是二夫 是大夫对待君主 犹如女子对待丈夫 比投靠民国更可耻 投靠民国或许还真是因为 偏爱共和国的缘故 投靠新皇帝 就说明你什么原则都没有 如果你爱君主制 为什么要背弃 施恩于你的大清 如果你爱共和国 为什么要投靠原皇帝 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 还能勉强解释成 共和国天下为公 自己做皇帝 那就变成欺骗孤儿寡妇的奸臣 和欺骗国民的国贼了 李元宏 徐世昌等人都在大清做过关 可以根据前一种理由 投靠民国 但如果第二次倒戈 就没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了 袁世凯一称帝 就等于宣布 他的臣子 都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者 同时得罪了新派和旧派 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法统崇光以后 李元宏大总统 佩服瞿洪记的节操 再次请他出山 他仍然拒绝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观 这位隐世的晚年生活 非常简朴和节制 令人难以想象 他曾经身居相位 他以作诗和育儿为乐 身后只留下大量的藏书 结果产生了大学者趋同组 在依老们看来 他和袁世凯的生平 证明了他们的观念偏见 无论多么美好的事业 都经不住投机分子的玷污 英国人热爱君主 美国人热爱共和国 都是美好和正当的 但中国的革命 一次又一次解放了投机分子 毁灭了正人君子 使得任何主义本身的优劣 都变得不太重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